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讲《相关传论》的第五品当中 就是讲顶加行 前面已经讲了加行道 讲了剑道 还讲了修道 修道的时候分三个方面讲 第一个是讲修道受益身份的禅定 然后第二个讲他的伪品 也就是说 减除说取分别和能取分别 讲了十八个说取分别和讲了十八个能取分别 那么能取分别前面也是有加油能取分别当中 就是我们讲了一个 哦 前面讲了 哦 对 嗯 啊 今天讲第二个科判 宣说加油能取分别 对 昨天前面讲了一个 嗯 今天讲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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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下面讲本体和分类 还有它的舍意 三个方面讲 那么这里说略说也可以 或者说本体呢 舍有情及因有此所垂海 是故修道系其余九位品 我们下面讲加油的九种能取分别 加油的九种能取分别 在修道为当中需要断除的 其实能取分别实际上是 是对菩提迦罗执著为加油的一种修行过程当中的所断 它叫做加油能取分别 在执著方面的一个能取分别 它是什么样的 它的本体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它的本体就是这样的 是有情及因 有所垂海 是故修道系其余九位品 这样的加油能取分别 实际上它的对境全是菩提切乐 也就是说众生 或者说人 对人执著为 它是家里存在的 并不是室有的 比如说人它是无垠加合的 是这样的一个执著 还有舍舍 舍舍是家里的意思 舍舍有情 家里有情 还有家里有情的因 有情的因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无垠 十八戒 十二处 这些都是菩提切乐的根源 菩提切乐 依靠这样的无垠和十二因缘等 合合而成的 所以他的因 也就是说他的因的有境 他的因这样的分别 也就是说 对众生的加力分别 和对众生因缘的加力分别 叫做加油分别 就是菩提切乐 家有分别 那么他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现在讲的是修道 修道定价心 修道定价心 修道是从二地到十地之间 通过修行 现见智慧之后不断地串习 那修行的过程当中 对家有的分别 不管是对菩提切乐的因也好 菩提切乐的本体也好 这样的分别念 加以摧毁 那么这个摧毁 实际上是 刚才这个缩断的种子 跟冷断的智慧 这两个是从修行上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是故修道习 他们之间因为 依靠冷断的智慧对质来断除缩断 或者摧毁 摧毁什么呢 所断的 刚才所谓的加油能取的分别念 这样之后 他们之间有这样关系的原因 因为加油的分别 本来是有千千万万非常多的 但是归纳起来的话 前辈大德们把它归纳为 下面所讲的九种法 那这九种 刚好是我们修道的威品 可以说是它的利品 它凡方面的所断 因此在这里 讲着它的本体的时候 那么通过修道 产生智慧 断除九种加油的分别念 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有修行的关系 也有能断缩断的关系 这样我们下面会一个一个 给大家解释九种威品 这个时候每个人要想到 有些人经常说 我相学当中具有贪心 诚心 烦恼非常严重 这个是每个凡夫人来讲 确实是有的 不管什么样的凡夫人都有的 但是这样的分别和烦恼 通过智慧来可以断除 就像生起阎光的时候 黑暗自然消除一样 因此我们对修行 不要有懈怠和 不要对修行有一种失望心 现在很多修行人 好像刚开始的时候 心智勃勃 对每个法门都是很有兴趣的 后来因为他没有一个 长远的大损 后来修了一年十年 或者说修了一段时间 刚开始的热情都没有了 就慢慢慢慢 好像处于一种 非常无际的状态当中 我发现有些修行人 刚开始的时候太激动了 激动得不得了 每天都是热泪盈眶 眼泪往往地流 就特别特别那种 然后过了两年 过了三年的时候 那不要说是眼泪 口水都干了 就好像什么兴趣都没有了 就无所谓了 最后对所有的法门好像非常的平淡 态度也是很默然 那种状态的时候 有些人不得不想起 他最初皈依的时候 他的那种表情 实际上四大天王都是感动 然后到现在的话 可能魔王波旬都是 产生欢喜心 所以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这就是我们的耐心 我们的长久之心不顾 我看前一段时间 看一个大德的传记 他在二三十岁的时候 就开始邪论 那个时候文章的表情 对三宝的信心非常的强烈 后来我翻翻翻 他到七八十岁的时候的文笔 然后那个时候一看 看他对三宝的信心更加强烈 哇 我看 其实二十世纪和十九世纪时候的那些修行人 跟现在好像有点不同的 中间接近五六十年的差别 五六十年的时候 他在修了这么长时间以后 他的信心越来越大 可是我们很多人越修 最后可能信心越来越小 智慧越来越弱 而烦恼越来越强 痛苦越来越多 那这是不成功修行的显力 因此希望在修道过程当中会有违品 但这些违品要长期的修行和 长期的传习的智慧来对治 下面讲到它的分类 实际上有九种 主要是对所断方面 一些愚昧不知的菩提迦乐 加以分别的方面 还有对一些般若道方面 也是不太了知 这样菩提迦乐的一个加以分别 就是从两方面来讲的 首先第一个 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这个颂词当中说 下面的这九种分别 都是愿于什么呢 愿于菩提迦乐 加以分别 这样的一种所断 这样的所断 所以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 定位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清楚 希望我们对其他参考的讲义 自己也好好地思考 我们很多人学《现广广众论论》 可能这辈子当中是第一次 也许你这一辈子当中 最后一次 但我们按照藏地的一些真正寺院 传统的修学 那《现广众论论论》 需要花很多年 然后才精通的一个 特别甚深的法门 而且从它的理论也好 修行事业也好 它真正的 释迦牟尼佛的二传法论 因语的 般若空性的教义 直接给我们禅师 所以说我们还是 虽然有些人可能听不懂 但是你听得懂的 有些有情歌曲的功德 和你听不懂的 般若《现广众论论》的功德 我想应该是 听不懂的功德大 效果也是听不懂好 听不懂的话 你的智慧也有一定的深层度 下面讲到是什么呢 如之所愿行 善知障有 也就是说 所愿的对境 我们经常讲的 道之 极致 辩知的法 它的提醒 因为对善知的所愿 不同地了解 这样的话 其实对这三种人 有不同的分别 也就是说 比如说 对我们讲 第一品当中讲的如来的辩知 如来的辩知 实际上有些人是不了知 因为你的相续当中的所知障 烦恼障都是没有断除 所以对如来的辩知 没有了知的 不管他是凡夫人 还是小乘人的话 你认为这个行者加油 他是家里存在 这样加以分别的话 这就是第一个 因为对如来的辩知 不了解 愚昧 这样身份的人 执著为是家里的话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对菩萨的道知 也就是对菩萨的道知的 所段方面不了解也好 智慧方面不了解也好 那这样身份的菩提切罗 如果认为是十有的话 这是第二个所段 那么第三个 生文的机智 机智相关的所段不能了解 这样身份的凡夫人也好 其他人认为他是十有 这就是第三个所段 因此因为所缘的对境 也就是说 辩知 机智 道知的了解不同 执著他的 也就是说 缘取他的菩提切罗的身份 加油的分别方面 可以分别安裂为 三种加油能取 三种加油能取 可能在想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应该知道 世间当中 其实它是 中间有一些转弯吧 我们相续当中 如果有这样的所段 其实这种所段远去 另外一个菩提结罗的 这样的诱境 这个之间的差别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下面对第二个科判 对有境般若不知的身份 还有对境几道果不知的 菩提切罗的 加以分别 分两个方面 首先在整个诵词当中 经道正如等相应不相应 不等即苦等 主烦恼自信即无耳欲谋 为最后分别 就是讲后面的六种录取分别 就是这样讲的 前面已经讲了三个了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 在颂词当中有一个道经 经道 经道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是基道国所舍的一切法 他可以完全了知 熄灭一切习论的 就是熄灭一切习论的 这样的道 一无所知 或者盲目不知的 这样的身份人 这样的身份 菩提迦导觉得加油 只是第四个所断 也就是说 比如说大乘道 实际上是大乘道 它能熄灭一切 基道国的一切障碍的 但是你对大乘道 什么都不懂的 这样的人加油存在 你分别为这样的人 加油存在的话 实际上它就是第四个能去分别 加油的能去分别 这个应该清楚 第二个分为基道国 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极法不知的身份 正如等相应不相应 也就是说 我们所了知的法 实际上不管是舍法也好 数法也好 想法也好 任何一个法 它有正如本性的部分 还有它有显现世俗的 幽经的部分 那么这两个 到底是一体还是他体 它是如果现象和实相 或者正如和现象 这两者是一体的话 叫做相应法 如果这两者认为是他体的话 这两者叫做不相应 也就是说 实相和现象也好 正如和舍法也好 那这些法是一体还是不一体 一体还是他体的 这种道理一点都不了知道的 这些人认为他的身份 按理为加油进行去分别的话 那么这是第五个所段 这里面 相当于现在有一个节目 在网上有一个节目 有一个节目 只是把事情的原谓讲一下 不会下面是证是错 并没有判断 并没有下结论 那这里到底是正如和舍法两个是一体相应法呢 还是他体不相应 他没有确定 只是对这个道理 不了解的这种人 如果我们认为是加油存在 那加油存在的分别念 实际上是修道菩萨的一种所段 大家可能这种方式不知道 应该会了解吧 你们有时候不需要聪明的地方 还是很聪明的 所以像这些地方应该动动脑筋 如果实在自己不能自动 他动也可以 让别人开始咬一咬你的头脑 这样也可能马上就开智慧了 对吧 这个是这样讲的 然后第五个 刚才讲了 不等即等过 这是第六个 也就是说对于 比如说邪魔外道的心境 跟我们真正佛法的道 无与伦比的 没有办法相对的 但是有些人讲 好像邪魔外道所讲到的一些 巧扬话语 跟佛教里面所讲到的一些 深层文中的意义 根本不知道 还觉得可能是 这些邪魔外道的说法是对的吧 这样身份的菩提切勒人 认为实有 这是第六个所段 这种实有的 现在确实我们有时候是智慧有限吧 如来真正的金刚语 有些人都是没有兴趣 就是不知道其中的 殊胜和广大 而世间的一些 有一些邪分别念的 他们讲一些 实实非非的道理的时候 大家都很吸引 很赞叹 所以有时候人的兴趣和 人的执著非常稀有 就是非常稀有 有个别的人 包括我们学院当中也是有些时候 前一段时间 我听说有个别人 本来是让他们用书法上面 给大家治病 然后后来在课堂上讲这个 讲那个 然后有个别人 很有苦的 有起信心的 我听说现场还是比较奇怪的 那这说明 我们对有些是可以认可的 但对有些人的若点 心里 主要住在什么地方很难说 我现在看一些广告 现在人们经常特别喜欢 谈论的一些事情 我前两天也讲了 也许可能很肤浅的 真正的一些有深度的 有意义的这些 我们都没有兴趣 我们都不懂 其中到底是什么 好像在我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干嘛听啊 没有什么的 我们现在的分别念 可以说 被摸已经引诱的话 自己觉得是对的 所以像这种人 这种与其的人 认为是私有 这就是这里的一种手段 我们以后希望 尤其是佛教徒吧 佛教徒 我看到很多佛教徒 也许我可能眼睛不好 我经常看到不好的东西 看到好的很少 我们这里有一个发心人 他也是经常 我经常说他 你不要天天给我说不好的地方 然后他给我开口的时候 哎 恳不对不起 我又要说坏话 你先要依靠政治正念 不要批评我 我有好的东西我看不到 不好的东西我经常看得到 但他说的有些是确实有道理的 也许我也希望 我也变成这样的 即使我看得不好的多一点 但是我如果看得准的话 也可以比看不准好的东西 要更好一点 因此有时候我们现在佛教徒 对真正的闻思修行 对真正的一些真理的认识 很多人都越来越少 而一些表面的 一些简单的 人们特别喜欢谈论的一些道理 也许在用某种层面来去分析的时候 他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所缠染的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需要充电 需要智慧 而且这种智慧应该需要长时间的 昨天有一个记者说 你们学院人很多 很震撼 我说没有什么可震撼的 震撼什么啊 他说这么多房子 我说这房子还不算多的 这个小木头房子 我们一个人都是花几天的时间做出来了 这个很简单 如果你要震撼的话 他们内心的智慧更震撼 但可惜你看不到 我也真的这样想 而且他说人多 我说人多什么 这里人都不到一万个人 只不过山上密密麻麻的建筑这样而已 实际上在汉地的一个大学里面 有好几万人 一个高楼里面都是全部坐在里面 一个高楼大厦里面的人都是没有 这里没什么 人不多 我跟他 真的 我有时候这样想的 他们有些好像是 当然他们是有其他目的的 他并不是对我还是用一种特殊的态度来说的 我也不得不用特殊的态度 我也不需要照顾什么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 邪魔外道的心境 跟无与伦比的智慧 还是不能混出 不能高出 如果把它混为异堂的话 说明自己的智慧 没有更上的智慧 下面不是讲极极枯灯 也就是说对我们所愿对境的枯极灭道 或者是四地 实际上四地有显现上的四地和石像上的四地 那石像上的四地都不成立的 枯极灭道都是在本体上 不可能成立的 如来所宣说枯极灭道 这是初学在刚开始 引入真理的时候 会这样说而已 但是我们全然都不知道 认为枯极灭道都是石油的 除了枯极灭道以外 没有什么更高的空性的 这样身份的菩提结论 如果我们认为加油 那就是第七个所段 下面讲的对果法方面也有不值的 诸烦恼自行即无二欲梦 也就是说对所段的 可乘的烦恼 本来它的本体是智慧 无烦恼即是无智慧 即是菩提 烦恼即菩提 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 烦恼即是烦恼 贪嗔痴就是贪嗔痴 一直这样认为 那这种身份的人 实际上如果认为是加油 这是第八个所段 能对治烦恼的智慧 实际上是 它是远离能取所取的 一切法 就一切的法 它的真正的智慧 就像空性无二的智慧 是这样的 但是有些人 如果你不能了知无二智慧 那这样的身份 如果认为是加油 这也是第九个所段 那么它颂词的后面 有一个欲梦 其实这个欲梦 对前面的每一个有九种法 对九种法都可以加上 比如说对苦地不知道愚昧 然后对刚才前面五灯 还有烦恼自信等等 对九个法的每一个法都不能了知的 这种身份的菩提切勒 认为是加油的话 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现观中文论》里面 现在讲的是修道菩萨的所段 这是修道菩萨的所段 因此我们会不会这样认为呢 我们会认为 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这种境界 所以我们凡夫人的相续当中肯定有这样的 不断是有修道的所段 还有剑道的所段 甚至很多人还没有进入加行道 以前有一个堪布 他说是 曾经他在失去求学的时候 某某人说堪布跟会儿没有获得资粮道 然后他当时很听不惯 堪布跟会儿都没有进入资粮道的话 哪有道理啊 岂有此理 但是他也没有讲什么道理 他只是不承认而已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是不是 入了资粮道 入了加行道 入了剑道 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也不知道 我相信你们都应该剑道吧 你们都没有入到剑道的话 那有道理 岂有此理 那这个上面讲到最后分别 也就是说 上面所讲到的这九种分别 实际上它是能去当中 我们前面有一个十有分别了 今天讲的加油分别 加油分别是这两个分别当中 它是最后的加油分别 这就是我们佛经当中也讲了 修道菩萨的所段 就修道菩萨的所段 这以上已经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了修道菩萨的所段 那么现在第三个讲它的功德 断正的功德 前面的所段 修道的所段 剑道的所段 这些比较难懂 希望你们专门研究 现观传论的这些道友们再三地看 其实闻思的时候你光听一遍不行 辅导一遍也不行 应该反反复复的 尤其是比较难懂的地方 花一定的时间 要花很多则 这样之后到最后影响很深 因为我们都可能 不管是前世也好 今生当中对般若法门结缘的时间 并不是很长的 你光是听一遍 也许可能你相续当中 没有般若智慧的 这样很好的因缘和习气 一下子不一定会了达的 除非是你以前确实对般若法门 很有经验和闻思的人 今生当中稍微听一下 马上体肤灌地 马上豁然开悟 会有这种感觉 除此之外 可能大家都一定要多看一下 下面可能比较简单 诸如病痊愈 常识或安稳 恒修众生乐一切胜功德 人云二亿佛胜果所庄严 上品为菩萨如中流归海 这里讲到了修道菩萨 他依靠智慧来断除 修道过程当中的一切 前面所讲到的这些障碍 这些障碍断了以后大家也知道 不管是见到的智慧也好 还是修道的之后 他所断除的这些障碍 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出现的 就像世间当中 有些瘟疫病 他一般一个人的身上 只要发作一次以后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了 这是稍微懂一些医学的人 都会明白的 有个别的一些病 只要你得过这种病之后 在这个当中痊愈 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出现的 那同样的道理 前面所讲到的这些障碍 通过智慧而断除的话 后来就像那种瘟疫病 再也不会浮现一样的 那他的相续当中永远都是 长久都是获得一种安稳 获得一种究竟的智慧当中 不会再次受苦 而这样的修道菩萨 他会什么样呢 他有自力和他力的功德 那利他的功德是什么样呢 因为他长期的 就不要说修道的 我们一般的 真正大质量道以上的菩萨 他会恒时地饶益有情 他完全无私地饶益 暂时和究竟饶益 无边无际的这些众生 因为他相续当中 智慧都已经具足了 这些障碍 前面甚至家有分别和食有分别 能取和索取 这些都没有的话 那就是没有理由 不饶益众生 看众生被这样的能取索取 已经束缚着的话 自然而然生起悲心 因此他恒时修行 或者行持利益一切众生的事业 这是恒修众尊乐 那么一切圣功德 有些解释的时候 一切圣功德 跟下面结合在一起 有些偈颂一起解释了 这是他理的 自理上面 他已经具足了 前面讲 二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之间 修道的这些功德 所证的这些功德智慧也具足 所断 断除的这些功德也自然而然具足 一切圣功德它具足 而这些功德是什么样的功德具足呢 人与二义父 圣果所庄严 他这种功德具足不是我们 现在我们闻思修行也好 很多发悲心也好 都需要轻坐 我看我们这里有些道友 还是具足一些功德很不容易的 就是特别地需要轻坐 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通过各种各样方法来对自己的睡眠作战 然后又起来了又不行了 又背一点颂词又开始倒下去了 一会儿闹钟响起了 哇 天啊 我睡了那么长时间啊 我这个什么还干不上别的道友 我怎么能闻思啊 喇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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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功德 不管是出离心也好 利他心也好 很多都是有些是造作的 有些是轻坐的 但是像这些菩萨很多功德 就像现在有些富贵的人 他不需要亲自去造作 现在世间上的一些大老板 他在一秒当中赚几千万 自然而然赚的 不需要我们亲自去打工 背石头就很累的 所以我们出学跟这些菩萨不相同的 那么他们的这些功德 人云自成的 一副殊胜的这些果 果是指的是修道菩萨 他在修行过程当中 所带来的各种信心也好 智慧也好 这些功德所庄严 那么这样的功德 具足或者依靠 集聚 人云的 这些所庄严的上品菩萨 他相续当中的这些功德 就自然而然 全部集聚在你 从凡佛为发心 一直到资粮道 加行道 建道以来的这些 大到小小的 善的这些功德 善成的功德 菩萨的功德也具足 佛的功德也是 因为修到末位的时候 德也具足 还有小乘的这些功德也具足 凡佛人向上的这些 包括一些善心的无缘部分 被信的无缘部分 这些善妙的功德全部具足 就像是大海当中 来自世界各种各样的河流 自然而然全部 汇集在大海当中一样 像这些菩萨 有的功德全部都有了 不需要的这些过失 全部都没有 其实我们还是很羡慕的 我们凡佛人 该有的一些功德 善心很微弱 有一点也是很快 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 就是要马上奄奄一息了 而不该有的贪嗔痴 这些随时都用现 所以凡佛人是比较可怜的 诸佛菩萨 他们会具有 修道的这些菩萨 他具足这些 像所有的功德 像大海一般 大海当中 毁入百船一样的 一切的功德都会具足在他的相续当中 下面这以上是讲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顶夹行的时候 顶夹行有夹行道的夹行 夹行道的夹行就是乱 顶 人 为四种顶夹行 然后见到的顶夹行 修道的顶夹行 然后无见到的顶夹行 后面好像辩论吧 你们七十亿应该能背得到吧 有时候七十亿好 是不是 你看 南宗全是新来的巨师 所以他们可能打不上 我就看很远的地方 七十亿当中顶夹行有多少个 八个是吧 不要逆总回答 嗯 哪八个 七十亿 七十亿 夹行道有多少 八十 七十亿你们学险观 这个如果不能背的话那没办法学哦 只是光是在这里听听课而已 我们外面五部大论学的不是很理想的 在禅师里面的我看到学会当中 好像学五部大论的人比较少 其实现在很多人分别量很重 自己认为自己很傲慢的 但真正学五部大论的人现在非常少 所以说汉地这个佛教有时候觉得确实有点 怎么说啊 说没有希望的话也不敢说 但是这些圣的论典都不学 每天都是求一些神通啊 这里找个瑜伽士大瓜算命啊 那里有个空性魔算命啊 他说我是今生什么 今生什么啊 很多都是盲目者 所以说有点这样的人占大多数 所以现在佛教徒真正的闻思就比较 你看我刚才问《七十一》当中的定价性有多少个 那八个都是很多男宗师 也许他可能有点含蓄 不好意思说吧 像很多人都 也许可能比较远 我看不到吧 我眼睛不太好 是吧 连这些我们如果没有打得上的话 确实学现观 形象上我也在这里讲 而且你们这里闻思的人走过这样的话 学会里面我都不抱很大的希望 因为他们课程的安排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刚开始有一部分到后面的时候慢慢慢慢都没有了 不过今天晚上的人好像增加了一点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下面讲到了无间定价性 我刚才讲了 加行道有四个 见道一个 求道一个 无间道有一个 后面边难的有一个 总共有八种定加行 七十一当中 这个本体讲 直观双云的等词 然后广说他的道理 还有签证 证论 下面专门有个辩论 但这个辩论可能下一个月开始讲吧 首先第一个科判 因为福德无量无间道的自信 第二个科判是他的本体 直观双云 首先讲第一个 什么是定价性呢 实际上是定价性 直接能获得圆满正等觉的 修道当中 无间道 我们这个无间道的话 中间再没有什么其他的道了 修道末位的那个境界 他有些当中也可以 属于佛地 佛地也属于修道当中最后的道 叫做无间道 他的本体就是直接成佛的因 直接成佛因的话 三个二生集结当中 积累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 所以它是无量的福德因而产生的 那无量的福德因产生的话 用什么道理来知道呢 我们知道无间道的定价性 它不像跟前面的见道和修道 用所段的角度来进行阐述 而是用功德的角度来讲 所以有时候佛陀以所段的方面 噢 我们相续当中 菩萨业相续当中有什么样的所段 将所段方面来阐述 有时候让我们生起欢喜心 从功德方面来讲的 所以无间道 用功德的层面来讲的 因此我们讲课的时候 有时候也直接讲听众的一些过失 就是连七十亿的不懂 七十亿当中的定价性的八个价性的不懂 然后就应该说 有时候要讲一些功德 但我想不出来什么功德 你们听课的时候还比较专注 这是你们的功德吧 不像在外面的学校 外面的学校里面讲了四十分钟的时候 开始动看细看 就有些打瞌睡 这样我们学院当中上课的气氛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不管是听不懂 还是很专注的 最多是打呼噜 打哈欠 这些都是很好的 可以成为北京英语 佛经当中这样讲的 有些人让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 安置于声闻缘觉的果位 还有说是利生 利生远离一切过患的 这样的见到菩萨 那么意思就是 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 安置于声闻缘觉 第一地菩萨的果位 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想象的 非常非常的广大 那佛经里面以这个比喻 以这个威力 以这个比喻来 就是说无间道的菩萨的功德 那这个也是无法衡量的 所以佛经当中以无量的福德 以无量的福德的话 应该跟前面可以想一想 我们一个人都安置声闻缘觉 菩萨的果位 那他的功德都不可思议的 那无量的众生 整个大千世界的所有的众生 安置在这样的果位 那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那这个功德 跟无间道的菩萨的功德相比较起来 都没办法与他相提并论 那说明明佛无间道 说明佛的无间道也可以说 或者说从暗示当中 或者间接已经说明了佛陀的无间道 佛陀无间道的话 马上成佛了 所以说也可以成佛前面的 无间道的功德 就这样讲的 因此无间道的功德 的话的的确确也是不可思议的 菩萨最后修到圆满的时候的功德 那就跟其他世间的任何一个功德 也是没办法比的 因此无间道用 通过功德的层面来进行宣说 进行宣说 下面讲一下 无间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本体呢 直观双云的本体 我们以前在善修习当中 也是讲的比较多 直观双云的本体 颂词当中 无间三谋得正一切想者 无心为所愿 正念为增上 寂静为心想 爱说者常论 爱说者常论 我们今天不讲 前面的这个颂词讲完就可以 爱说者常论 实际上是 因为这样无间道究竟的 般若空性的意义 那具有分别念的这些有始终的人 经常说一些过失 他们不懂 意思就是说 所以我们这个难题慢慢来分析 今天讲前面的 直观双云的功德 也就是说 刚才讲了 无间道到底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无间道的境界是 直观双云 极致和身观 那么无间道的禅定 实际上它是一种自然禅定 不是我们特意的心安住 特意的压制 一切分别念 不是这样的 真正通达了一切万法的本性的时候 心自然而然有一种自然安住 密法当中也经常 像荣顺班智当 麦彭仁波切 他们经常讲是以大正念的 大机制的安住 这种安住不是凡夫的安住 是一个真正的佛陀 他所了达万物时候的那种 寂静的安住 这是一个究竟的机制 然后证一切相 因为他心完全静下来了 证悟一切实相的时候 在一刹那间当中 一切万事万物的真相通达无碍 就像佛陀在金刚坐下 菩提加要灵命的时候 可以通大车大悟 像这样的境界 所以这叫做圣观 圣观的智慧 那么我们最究竟的 圣观和机制和圣观要讲的话 就像是无间道的境界 无间道它的智慧的本体 它的智慧的本体既有机制 也有圣观 但这种智慧 实际上是通达一切法 而这样的通达一切法 不离开自然禅定 有时候修大圆满的时候 也是 上师如意宝解释 蒙方仁波切的智慧信心的时候 也是通过圣观的智慧 来了知心的本体的时候 也是有自然安住的机制 和自民自治的圣观融会一体 实际上也是通达 大圆满的一种觉醒 如果从密法来讲 这里有很多非常殊胜的窍诀 而且我们自己安住的过程当中 虽然我们不是 得到了无间道的境界 也不是得到了佛的境界 但是我们凡夫位的时候 也基本上可以认识自己本性的时候 其实机制和圣观 从来没有离开过 因此在这方面 密法有一个特殊的 果位上的一些道理 现在我们也可以享受 这就是密法的一些特点 下面讲到了 无间道的智慧 他这里 《现观众论》里面分析的时候 有不同的所缘缘 增上缘 他的形象 用三个方面来进行剖析 也就是首先第一个 他的第一个所缘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颂词当中讲 无行为所缘 也就是说 刚才无间定加行的 他的所缘的特点是什么呢 实际上 祭祷过的一切万法都没有自信 他这里光没有自信呢 有些藏地有个别的学派说 中观最究竟的观点是个单空 因为《现观众论》里面说是无行为所缘 它是一种无行 没有所缘 其实这里并不是光一个无行 它是大平等 大平等是什么呢 远离有无是非的 虽然表面上看来无行是所缘 但实际上光无行一个单空 或者片面破一个边的 根本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它是大空行 它是大空行 大正如 大无我 这么一说就明白 然后这是第一个 它所缘的特征 然后它的增上缘的特征是什么呢 正念为增上 这个正念我们也经常讲 真正的密法的修行和 惨动的修行当中 它不舍弃而自然而然安住在你原有的 这种自明自知的状态当中 这叫做什么呢 我们有些经典里面讲光明 自现不灭 密法当中它有很多的名字 这是我们对自信的一个不同的阐述 我们对自信无行为所缘 这也是在自信上安理的时候 你用心来观自己的心的时候 其实所缘是一无所得 这是你的心的本体 然后在这样一无所缘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的正念一直是不断地相续存在的 就像是河流一样的存在 这种存在并不是用这种七星动念来进行对它动乱 就不需要扰乱它 应该是一种护持正念无散的瑜伽 正念无散是很重要 在密法和修行当中 我们平时安住的时候 它用一种光明明清的 自现不灭的一种状态 这叫做正上缘 也就是说定价心当中所缘是这样的 无间道的定价心的正上缘它是一种正念 正念 这种智慧的形象是什么样呢 就是在这里讲到了 寂静为形象 那它的形象 实际上是因为有一种圣观的智慧 用这样的圣观智慧 完全熄灭了所有的 有相撞的 有执着的 有习论的 一切的这些都没有的 因此在中观也好 讲薄弱也好 到最究竟的境界讲的时候 所有的所缘 清净不清净 有无是非 或者好不好等等 一切的一切都明灭 都没有的 所以这就是中观最究竟的一种境界 因此我们在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 安住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更开始 担着一种有相的东西 然后慢慢慢慢修行 把有相的东西也化为无相的东西 然后在无形的东西当中 可能我们还是要停留一段时间 因为原来有的执着 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然后再继续修持的时候 原来无有的执着 就像《定界报道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最后无的执着也是没有的 那这样的时候 有也不合理 无也不合理 有无二者也不合理 非二者也不合理 这就是万法的真相 其实我们真正如果除了理论以外 实际的智者来观修的时候 这应该是初步的 中观的一种 临四边八戏的一种中观瑜伽 在座应该大家都知道 这在理论上我们分析的时候 通过各种推理来进行观察 但在实修的时候 阿底下尊者也有很多的 中观实修法 还有甘玛拉希腊 莲花戒论师 也有很多中观的实修方法 孟方仁波切的弟子 也有很多中观的实修法 其实中观所有的这些实修法 你归根基地的话 可以说反观自己的内心 应该通过《定界报道论》当中 也是稍微提过一些吧 通过这种方式来经常喘息的话 那平时我们对世间各种各样的执著是一个费力的 不合理的一种作业 这个时候完全你明白 那个时候我们也觉得 哎哟 自己也是非常的可笑 就是本来没有的东西 我反而执著为 我是真正跟世间当中的一个愚痛 特别愚痴的孩童 没有什么差别 有些愚痴的孩童 他本来不该哭的东西 天天地执著 哭 跟别人打架 其实我们真正的一些 中观见解来讲 这不是一个圣话 自己在修行 自己观察 然后利用上师的窍诀的时候 完全明白 我们的很多行为非常可笑的 因此前辈大德们也是 美拉朗的仰慈能够本求 无而显现极为可笑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的这些现象 显而无形 无形而显现 完全是跟梦境的显现 因此最后觉着 中观音程派的见解 无论是讲密法 还是讲显宗的时候也很重要 因此我们学显观的时候 有些词也应该互相借用的时候 我想在有些修法上面 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